加州外海有一派小岛 Channel Island 崎岖的排在Oxnord的外海 开船过去大约一个半小时 Channel Island是国家公园 可以露营 没有房舍 没有居民 岛上全是各种类的鸟 下面的太平洋 就由旅游公司经营华独木舟旅游项目 可以华独木舟入小岛的洞穴 看南海 他们宣传 这是一生必须体验的旅游行程 老孙是旅游达人 一有假期就跑到世界各地旅游 发现自家门口 竟然有一个一生必须体验的旅游景点 立马招逼买马 凑逐食人 参加外海汉州 这天是州市 除了我们这些退休人士 另外一组可能是家庭旅游 他们年轻有活力 两组各有一个泛州导游 在开往外海的船上 导游就在船上为我们上如何划独木舟的课 独木舟是很轻的塑胶材质 稳定性很好 只要保持稳定 不太会翻船 如何操纵让独木舟前行退后 来去自如 导游强调 只要放轻松轻松的划 就会逐渐抓住药里 终于船接近小岛了 船员放下一勺勺的独木舟 我们也跳下水 坐上色彩鲜艳的独木舟 因为后面比较需要出力 所以都是男士坐在后面 两人需要同心协力的划向小岛 Channel Island一共有四个小岛 由于位在海中 海水不断地冲刷 冲出许多的小洞穴 导游就是领着我们 划入小岛的小洞穴 看海中洞穴里的风光 划独木舟不同于划船 划船是两个甲 独木舟只有一个甲 左划一下右划一下 我们这五条州 先在海上四划了几下 能够超过独木舟了 就开始长征旅船 要从小岛最北端滑到最南端 直到通过岛的地端 海上拱门 我们的旅游船就在那边接我们 划进小岛的洞穴里 一下子涌进六招小船 难免碰撞 起初非常害怕 撞多了也不怕了 轻松退后 或者把对方推翻 洞穴里很奇特 很特别清澈 从其他小洞 透过来的光 将好水变成绿中带蓝 像蓝绿宝石一样的清澈 这就是旅游公司生产的蓝细 非常特别 从洞穴到洞穴 我们每人都要在大海中滑一核 坐在小小的独木舟里 从最低点看世界 年轻龙埃兰都是高高在大海 那一望无际的大海 更是浩瀚 小舟随着海浪摇摆 真是不错的体验 年轻的那一组 原先只在我们前面一点 滑着滑着就不进军里 我们这一金色圆滑坠 美然奋力的滑着 终于看到海战孔门地标了 外面的光景 这就是蓝绿